无论说你要来这边生活也好 或者是说你来这边要创业 在在随时把这个大陆这边的很多的这些法律 这些法院其实都可以作为这个台商的一个后盾 让你放心的在这边做事业 各位好欢迎来到张台会客厅 今天我们请来张台会客厅做客的是吕孟哲 吕先生他是雅各乐器张州有限公司的老总 他来张州已经是21年 在企业做的分身水起的同时 我刚感兴趣的是他在张州的各个部门 获取了很多职务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职务呢 现在我们就有请吕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到张州来的 首先我很感谢我父亲 当时在93年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大陆 在93年的时候其实在大家都 其实对大陆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我父亲就觉得其实大陆正是要经济要起飞的时候 有更大的一个机会 那台湾其实正在没落 员工也是难招 所以呢他毅然地牌综艺 他就是跟董事会 还有这个股东们说 一定要到大陆去 才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在98年的时候我就已经陆续过来 然后呢 让我来看一看这边的环境 其实我也不晓得 这个居然我说的是闽南话 然后呢这个吃的东西又很类似 蚝蜜刷啦 蚝蜜 然后这些东西很亲切的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 我自己本身就觉得 这个这是一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而且呢沟通没有问题 所以呢我在2003年的时候 来到张州这边 然后加入这个雅各的这个大家庭 而且我也建立了很多的这个 资讯这些管理 应该说管理理念还比较先进 对对对 这个所有的这些产品 其实除了美国欧洲日本 其实总共有大概48个国家 都有分我们都帮这些知名的企业的乐器 吉他在代工 从雅各的发展的历程 应该就能看到 就是它结合相容的是很好的 公司来到这边 其实能够比在台湾的发展来更好 其实这个最主要的 其实是在地的一个员工 非常的勤奋 两岸其实都是敏台 福建都是说闽南话 闽南话有一句话 爱变成的赢 我们就是秉着这个奋斗的这个精神 大家要守牵手新年薪 这是走了二三十年才能得到的乐器界的一个认可 大陆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福建也推展了这个对台优惠政策66条 这个张州也推行了这个58条的这个优惠政策 其实在在的都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台商 有更大的一个机遇来到这边投资新业 然后呢能够做大做强 让两岸能够更好的一个融合发展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我觉得在大陆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都都很好 你只要肯打拼肯做一定会有收获 福建张州其实提供了很多的这些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其实也有可以求学的一个机会 这个整个张州的最近几年的一个投入 这个营商环境实在做得非常的好 最主要的是这个政府有在重视台商 而且呢他们也希望的是说有更多的一个台商 能够朋友能够来到这边这个投资的宝地张州 然后呢大家一起奋斗 我看了一下您的履历 从2009年开始 您就不断获得各种各样的职务 各种各样的荣誉 大概履了一下大概有七种 就法院的人民陪审员 检查院的台报检查联络员 还有仲裁员 您是怎么步入到这个行业里头的 其实最先开始在2009年的时候 其实张州中级法院当时的林一华院长 其实他就提出一个想说张州很多的一些台商 台包在这边有一些就是会因为两岸法律的一些不同 所以呢有时候就产生一些纠纷 所以呢他为了是说为了更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其实他觉得应该去设立一个张州的一个对台的法院 那可以更好的一个保障这个台商台包来这边投资新业的 这个合法的一个权益 更能放心的来这边投资新业 我就觉得我就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台的这个陪审员 他也是会针对我们这些台商台包这些陪审员 每年都固定的去做一些培训 比如说合同啦你应该要注意什么 所以呢我们从中学习到很多 我们再把这些知识跟其他的台商朋友分享 我看下来是2009年到2022年 就是您就没中间没中断过 就是一直受聘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这些工作其实是帮忙台商 帮忙两岸的人民能够更加融合 有一个台商 因为跟顾客之间的一些矛盾发生一些事情 接到通知的时候就跟其他的几位的陪审员 就一起赶快去那边 从中了解了之后 其实是双方问题点然后的认知 没有办法在同样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就当作是一个双方的一个润滑剂 办法去做调解 把这些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把让这些诉求者他知道 他有冤他也觉得有委屈的地方能够申诉 那我们也让台商都说 他所可以承受的一个范围是在哪里 一直磨合到大概清晨一点多 他总算能够圆满的一个结束 从这看得出来 您应该是要比较有耐心的一个人 我还听说您是属于那种 遇事不平拔刀相助 比较爱管闲事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政府至少一年一次都会聚集在台商 然后呢这个有约什么座谈 然后呢我们就会 把我们所见解到的 看到的 然后呢提出一些建议 这个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建议 他们就会纳入 然后去做 我们就觉得哎呀很不错 那您是不是有这种 我是主人温的感觉 是啊是啊 我们要建议 他们就马上呢就是把它给改善掉 就觉得我们以后就是要多多的建议 然后呢能够多改善 那2022年您还受聘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职务 那其实是在有设的这个台胞 这个服务的一个调解委员会 主任间就是调解员 他这个跟法院的那个人民陪审员还不一样 纯粹就是属于这个台商这个 之间的这个一个完全是由台商来主持 台商台胞来组成的 张州中纪法院其实也帮忙了法律律师协会 也在加入在里面 来帮我们这个保驾护航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让我学习到的是 其实并不是判谁赢谁输 能够把这个大家把这些事情调解 把它调解完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觉得是调解委员会 最重要的是调解的这个工作 调解的力量是很很大的 那做这件工作您会觉得有难度吗 专业的知识倒是比较次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要听听这双方的 他们的问题点在哪里 其实有些是一口气 一口气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为了这个纠纷 大家忍不下这口气 我们就帮忙去调解 帮忙调解到这个一个 一个刚好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自然而然就会调解好 就会迎刃而解 其实我们到法院 其实就跟在家里一样 其实很多的这些法官 甚至于院长很支持的 他们其实都有更多的一个 温情的一面 其中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调解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台商的 因为他是一个当事者 他是因为这个案件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去返胎 他也不能离开 父母就是很失念这个小孩子 年纪很大了 都已经八十几了 所以这个特别在开庭的时候 利用一些这个短暂的他要送回这个看守所的时候的机会 让他们去能够彼此见个面 见到面的时候 其实双方哎呀 这个痛哭淋涕呀 所以我们每一位这个陪审员都深深地感受到说 哎呀这个法院不是说那么大家所想象的是那么冷漠的一个地方 是有更多的一个温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更乐意热衷在这方面 更重要的是说这个很多的是增加两岸融合 两岸的人民能够对于说这个大陆这边的一个法律司法的一个认同 觉得是能够更加要保障这个台湾的人民的在大陆的这边的合法的一个权益 你无论说你要来这边生活也好 或者是说你来这边要创业 再在随时把这个大陆这边的很多的这些法律 这些法院其实都可以作为这个台商的一个后盾 让你放心的在这边做事业 你也要受到什么委屈 其实法院都可以当你的后盾 一定会秉公处理 并不是说特别的偏袒哪一方 其实是公平公正 大陆这边他对于台商台胞 他们的一个关爱关注 甚至于说你只要说你有些什么需求 他尽量能够满足你 有些人他就是到东南亚 可是那边的政策并没有像大陆这样子 那甚至于说这个条件更差的 你有烟区你也得不到一些解决 但是呢在这边他其实很多的 他就是把你服务的这个更好 让你能够感觉到 你是在一个母亲的怀抱里面长大 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 这么几年来的不断的做这一项工作 觉得两岸一家亲这种概念是不是更深入 两岸一家亲 张台亲上亲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本来福建张州是希望的就是能够打造是 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同胞能够登陆的第一家园 这个张州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 能够帮忙这个企业更好的一个发展 然后更有这些社台庭 法律 然后这样能够多一个保障 两岸融合的话 其实在张州 在福建 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机会 台商的一个朋友 其实多多起码来这边多看看走走 我相信说只要说台商或者台胞 其实你想要投资新业 其实张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保地 然后来到这边 可以享受到很好的一个政策 更好的是说 你其实来到这边 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大家秉着这个爱表家的精神 其实可以把我们这个所谓的 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机遇 然后是在张州去体现 而且大家携手去把这个所谓的机遇 把它给做好 我同学其实每年都过来一次两次 我在讲张州 大陆这边有多好多好 其实他们都存在了一个疑问 但是他们来到这边 切切实实的这些 他们就从中就已经了解到说 原来这是真实的一面 比台湾都还要进步 繁华 他们是说台湾的越来越没有 小孩子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他们要带着他们小孩子来到这边 大陆有多进步 高铁到处到处通 所有的这些基础建设 非常的棒 到深山里面 你的手机还是照样通 他们都觉得 哇每次来的时候 这边又有一条路又开通了 那边又有高速公路了 所以他们都觉得是说 还是大陆有机会 甚至于说他还鼓励了他的小孩子说 其实他是有机会 因为福建 我们漳州其实有提供很多的一些 就业的机会 只要你有什么需求 你不管你喜欢在金融 你还是说这个想在国企 还是说你想要在哪一个方面的 政府都可以适当的帮你 这些年轻的朋友 然后来安排 那你去学习 我们为什么要希望 整个台湾的一些年轻朋友 能够多多的来这边走走 其实就是让他们不要受到一些 在台湾的一些思维的限制 来到那边看了 你才会深刻的一个感受到 两边的如何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创业也好 甚至于说你想要来生活 这边都欢迎 这边非常的 生活环境非常的好 我都鼓励我同学说 你退休了 你就来这边定居 这边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好 这个绝对不会输台湾 没有说做不到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你只要一来 每一次一定会有 不同的一个感受 好 这期真台会客厅就到这 我们感谢李孟哲 李先生 来介绍他在大陆 当调解员的生活 那也希望更多的台湾同胞 到我们将就来投资 就像李孟哲先生所说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做不到 好 谢谢大家 再见